张本志和13岁多就开始在国际公开赛中比赛 这个年纪不过是初中生 每天都要面对输赢 赢了还好 有人鼓掌 输了不仅被日本骂 还要面对很多嘲讽 所以在赛场上 他只能通过给自己打气的方式 让自己更加坚强 当然真的很吵 如今已经在职业赛场走了快五年时间了 长大了 是个成年人了 更加成熟了 所以也没不需要不停的在场上喊 张本志和走到现在 其实是有点可怜的 他父母自私的给他改国籍 带他去日本 让他从一个中国人变成日本人 19年世界杯在四川举办 正是张本志和的老家 但是爷爷奶奶因为加入他 加入日本没来现场看球 想必是遗憾的 狐假虎威 这让人想起了日本电影中日本浪人的样子 拿着把刀 气势汹汹 吓死人 竞技比赛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 一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都有一颗大心脏 不会被你情绪所左右 你把他打怕了 打得他心服口服 让他气馁 他自知心虚 嚣张气焰自然也就消失了 也就叫不出来了 总感觉张本志和修养不够 就像许多顽劣的孩子一样 一身利器 顽固不化 这样的人不在各大跟头 他是不知悔改的 等到哪一天碰到头破血流 才会有所收敛 谦虚 低调 借交借造 才是一个运动员成熟的标志 打比赛 本身就消耗体力 再加上大喊大叫 体力就消耗更大了 从张本大喊大叫的路线图来看 他大喊大叫的鼎盛时期 是他刚出道 那时年少中气族 或是脑细胞还没健全 那么就能像狂犬 坑粪般的嚎叫 这也应呼了他的名头张本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还有张本嗓子过度透支 现在他18岁了吧 但他嗓子的用度已到28岁了 就运动员来说 算是高龄 再有脑细胞长了不少 所以张本慢慢的减少了嚎叫的频率 这也许和他的名字后半断置和有关吧 毕竟打球不光是体力 还得用脑 我其实很喜欢张本的嚎叫 因为他叫 虽然影响了别人 也影响了自己 他在嚎叫的时候 那就沉浸在云奋中 也就欠缺了脑的决策 再说 我喜欢张本地叫 是看到了他心虚的的一面 打个比方 狗看见人 老远就叫 我们打狗的时候 狗也会疼得嗷嗷叫 如果不叫 那就不妙了 那就是他在咬你 所以吧 我喜欢看张本叫 就像是看伊藤书球 每次输了哭一样 张本志和在日本 也是费力不讨好 日本对他其实并不买账 所以当上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球技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礼貌和谦虚 学习对方长处 改正自己的弱点 相信成绩不会差 所以张本志和除了球技 还得学会尊重人 和谦虚 没有这两个 你球技再好 人品不行 你就什么都不是 是的 我来帮助大家